大家好,我是Den 韩国从2017年到2021年之间 发生的五大犯罪的230701时期间中 有54.95万件就是在饮酒状态下引起的 但是因为喝醉了什么都不记得 我喝醉了什么都不记得 几乎所有犯罪嫌疑人都会用酒罪身心微弱为理由要求减刑 甚至法院还真的会因为考虑到某某是在身心微弱的情况中犯下的罪行 而且是处分 所以减刑 大家会不会非常 因为这种判决完全是在保护加害者 所以这类的罪酒减刑真的常常会引起共愤 而最近韩国一位议员提出了对于喝醉之后犯罪的人要加倍处罚的法案 而收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这位议员提议修改刑法的主要内容是 在饮酒状态下犯下刑法上的所有罪时不可以减免刑罚 而是向刑罚进行长期或两倍的加重处罚 嫌疑人的自发饮酒行为应该被看作是 因为自己方宗而诱发的身心障碍 为了体现法律责任主义 有必要修改现行法律 韩国在近代刑法上将刑法对象适用为有责任能力的人 但是那些自发的让自己变成没有责任能力的人 也应该被认定为刑法对象 如果通过对醉酒犯罪加重处罚的话 就可以减少各种饮酒犯罪的发生 趁这次机会酒家被捕的话 就当成是杀人未遂 判罪少5年以上 弄上他人或者是致死的话 就20年以上一网打尽酒驾 如果是出犯而且有在反省的话 法官自己就会给原谅 尽管受害者一点都不想原谅 既然喝酒就变成狗的话 不是就不应该喝酒吗 减刑像话吗 连自己都控制不住还喝酒的话 当然要加重处罚 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法案了 不减刑是对的 但是如果要加重处罚的话 不应该是国家先要禁止卖酒吗 喝酒打人判得比不喝酒打人还重的话 能理解吗 对于酒罪犯罪加重处罚法案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08年到2022年 美罗年间排行的一二位歌曲 年间排行的意思就是 在这一年 韩国网友们在美罗听得最多的歌曲 而一般在韩国美罗成姐好的话 就代表着这首歌在路人圈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意思 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 2008年二位 Big Bang Haruharu 一位 Wonder Girls So Hot 2009年二位 21 I Don't Care 一位 소녀시대 G 2010年二位 IU Chansuri 二位 Miss A Bad Girl Good Girl 2022年二位 GDM 박명수 바람났어 二位 Tiara Luli Puli 2022年二位 Sista 나 혼자 二位 Scy 강남스타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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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二位 Lissang 눈물 二位 Playmary Johnny 2014年二位 박효신 야생화 二位 소유정기고썸 二位 Big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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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二位 나를 같은 시간 속에 너 一位 Big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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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二位 여자친구 시간을 달려서 二位 Twi's Cheered Up 2022年二位 IU 반편지 二位 A-Lit 처음처럼 너에게 가겠다 너를 지켜보고산 S turbo neste that 지지 JAM The 2022年2位 吉코 舞 노래 2022年2位 브레이브걸스 Rulin 2位 IU Celebrate 2022年2位 女性 Tomboy 2位 IU LoveDive 然后最后在这里想要庆祝一下苏妞系列 苏妞系列创下了韩国女团首次在200年代 2010年代 2020年代 都进入每轮踏百排行的女团 真的是传奇女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